哪怕是正式记载在历史当中的内容 你看了之后 很多时候都不敢相信 太祖时录曾经明确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说刘伯温曾经跟一帮好友 专门到西湖去游船 在游山玩水的过程当中呢 发现西北角的天空有异象 其他人都什么状态呢 这个天象真是很少见的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但是刘伯温跟他们都不一样 很有道家风范 指着西北角的天空对大家讲 说现在呀 有一种王气直接奔金灵去了 十年之后 金灵必然产生一个真命天子 说这番话的时候 是大元时期的杭州 依然非常富裕繁华呀 刘伯温能讲出这种话 绝对让身边的人大吃一惊啊 赶紧捂他的嘴 你可别再说了 我们还要脑袋呢 如果您看史书的时候 看到这样一段 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骗子 彻头彻尾的骗子 你兜这么大个圈子 通过刘伯温来论证朱元璋执政的可行性 正当性有意义吗 如果您认为官方历史不可信 存在着美化皇帝的情况 但是您想一想 地方制和其他的史书 也同时跟着一起造假了吗 这个事恐怕不容易吧 首先在地方制 也就是江西通治当中 明确的记载 刘伯温曾经跟曾一山 邓祥福等人 学过相伟韬金之秘 而且得到的评价是什么呢 叫尽得其运 绝对是A家的水准 我们反复讲 能够懂天象 看大战略的人 一定是非常受重视的 而且史书当中 也明确的记载 朱元璋和刘伯温之间的交流 跟其他人之间的沟通 是完全不同的 朱元璋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 非常开放 能让大家畅所欲言 充分表达 而他和刘伯温两个人之间交谈 一定是屏蔽左右 其他人不要参与啊 然后呢还要找到一个屏风后面 小声的进行交流 这是密谋和密谈的状态呀 那么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能谈一些什么事情呢 当然了 史书当中也没有详尽的记载 不过朱元璋和刘伯温两个人 往来的书信 全都原封不动的记录下来了 比如说朱元璋跟陈友亮 反复争夺的过程当中 正巧刘伯温的母亲去世了 你也不能拦人家不回乡藏母啊 毕竟孝顺 这是当时最大的事情 等到刘伯温回老家的时候 朱元璋这个信啊 是一封接一封啊 信中经常有这样的语言 旅有不祥 接应先生前教之言 跟你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类似于这种预测成功的语言 在信中比比皆是啊 当然了 朱元璋写信的目的 还是请教事情啊 比如说上次你曾经告诉过我 说六七月份当中啊 不要先用兵 当后土木顺行 金星出剑 则可我现在严格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你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建议呀 如果先生能够早回来 这是以苍生为念 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如果先生短期内回不来 门户则定 密封发来 朱元璋找刘伯温 要的是什么呀 要的就是这些计算之后 得出的最终结果 我根据这个年月 及时时辰方向 来制定用兵的具体方案 而且在太祖实录当中 还有很多这样的细节 比如说在有一次作战过程当中 击剑日中有黑子 也不知道刘伯温 是怎么看到太阳黑子的 当然这个黑子 跟我们现代科学当中理解的 应该不是一个意思 言于上约 东南当时一大将 果不其然 消息传过来了 参军胡申 就在当天攻打福建的时候 壮烈殉国了 还有一次 朱元璋跟刘伯温 聊起他做到的一个梦 武卓梦三人头上有血 以土复之 以和应之 这个梦先生给解一解呗 刘伯温就告诉他了 你梦到三个人 这叫重相 以土复之呢 就意味着你是得重得土 三天之后 必然能够得到应验 结果您说巧不巧 就在三天之后 海宁这个地方 从上到下举城投降 特别是在龙关战役时候 也明确的讲 要想打胜 一定是赶上下雨的时候 果不其然 关键时刻他就下雨了 一个人说对一件事情不难 难的是 你每一件事情都说准了 你能说他全是编的吗 当初朱元璋 还依附于韩练儿手下 刘伯温就表现出 对韩练儿的极为不屑 他说这样的人 就是一个傀儡 大家本有必要去拜他 穆树尔奉之何为 这个人历不了多久了 果不其然呢 韩练儿就被张史诚给围住了 朱元璋就决定带兵去救他 结果呢 刘伯温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说千万不要去救 你救不出来 损兵折将 你救出来之后 又能怎样呢 朱元璋没听这个话 还是派人 还是派人把韩练儿救回来了 但是救回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啊 这个主子明明没有什么能力 你还要名义上听他的话 但是呢 你又不能把他处理掉 否则 被一个侍主的名声 一下子 韩练儿就成了烫手的善欲啊 所以 朱元璋才想起来 刘伯温当时 给他讲这个话 是很有深意的 刘伯温就是个神人吗 绝对不是 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啊 在朱元璋建国之后 他最依赖的文臣是谁呢 当然还是李善长 毕竟是跟着自己一起起家的 但是李善长和刘伯温之间 关系并不是太好 毕竟代表着淮西和浙东 两个不同的集团嘛 而且淮西集团的势力 远远超出其他各方的总和 李善长手下有个小弟 叫做李斌 确实是贪赃王法 出了些问题 结果李善长就跟皇帝讲了 现在天下大汉 不宜杀人 如果杀了李斌 老天爷发怒 更不会下雨了 结果在这件事情上 刘伯温非常坚持自己己见 说李斌这个人 触犯刑法必须拿下 而且刘伯温还铁口之断 杀李斌 天必于 在这种看天象的事情上啊 谁敢跟刘伯温较真啊 所以朱元璋正式下令 直接斩了李斌 结果这一下 老天爷没给面子 杀了李斌 依然没有天降甘霖 以擅长可逮着几回了 直接开始向刘伯温发动攻击了 好在李善长年纪大了 马上要退了 在李善长退休的时候 朱元璋就把刘伯温找来 来咨询他 下一步 谁能够接替李善长 担任这个丞相职位呢 朱元璋提出的第一个人选 是中书右城杨县 这个人呢 跟刘伯温关系还不错 结果呢 刘伯温对他的评价是有向财 无向器 这个人能力没问题 但是他的胸怀和度量不够 那么朱元璋又推出第二个人选 就是高优人汪广阳 汪广阳这个人 在朝廷当中名声也不错 能力挺强 经常是在各地方出现动乱 或者重大压力的时候 朱元璋把他派回去 保证把当地治理的还不错 刘伯温对他评价是什么呢 此偏谴一慎于县 他还不如杨县的气度恢弘呢 接着朱元璋又推出第三个人选 说胡威庸这个人怎么样啊 胡威庸这个人能力也不弱 而且呢 是李善长的老乡 朱元璋把他提出来 也是想通过胡威庸平衡一下 怀惜老乡的心态 我还是心里有你们的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一听说胡威庸这个名字 当时刘伯温就炸了 马上接了一句啊 避之架 聚其奔远也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要用他当丞相 他能把你这家马车给你掀翻了 言外之意 就是他有不沉之心的 这个事可就大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 双方其实多少有点尴尬呀 聊不下去了 三个人选都给否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朱元璋又说了一句 武之相 陈吴玉先生 这一句话可隐含好几层意思啊 如果我们正常理解 这些人都不如你 你来当这个丞相啊 但是如果朱元璋真有这个意思 我干嘛提出那些人选呢 那因为朱元璋也非常清楚 刘伯温年纪比李善长还大呢 你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很难再当丞相了 正因为心里没有什么顾忌 所以才开诚不公的 把自己的丞相候选人 专门跟刘伯温进行交流 但是从这番话里 我们也能听出来 朱元璋对三个人选全被否 还是有些不满意的 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刘伯温心里估计也明白了 这话好像有点说过了 马上把话往回原来语言 说陈既恶太甚 又不耐烦惧 但是他说自己不当丞相的原因 很清楚 我不是没有能力啊 我能力绝对够 但是我极恶如仇 我太值了 这个位置啊 需要大量处理公文 处理文件 也就大了 接着又安慰了一下 朱元璋 你也别着急 像这样的人选呢 肯定是有 只不过需要点耐心啊 别着急 慢慢来 不过这个时候的朱元璋 已经夺取天下了 不是那个战争年代 日夜玄玄 望先生发宗耳 那个朱元璋了 两个人交谈之后不久 朱元璋正式任命杨县 担任丞相 但是杨县担任丞相的时间非常短 不到一个月就被扳倒了 在杨县出事之后 汪广阳和胡文勇两个人 分别被任命为左右丞相 这几个任命发出之后 刘伯温心里就非常清楚了 自己的职业生涯 已经到了尽头了 更重要的是 朱元璋已经不再需要刘伯温 帮他看天象了 所有的天象 尽在我朱元璋的掌握 在刘伯温告老还乡的时候啊 当地的清田县令 对他非常仰慕 特意装成普通人 到他家里来做客 刘伯温呢 对他非常客气 招呼他一起吃饭 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 县令就说了 其实我是清田县令 当时刘伯温马上整理衣服 直接向他施里口称为民 我就是一介草民 等到下次县令再想来拜访的时候 坚决不见 我闭门谢哥 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啊 但是树欲静啊 而风不止 没想到 刘伯温老来老去 家里人因为谭阳一块地的问题 引起了争议 被胡文庸给盯到了 胡文庸当时大权在握啊 明确的讲 你刘伯温就是想占谭阳这块地 老乡不让 你就开始进京告状 这能行吗 这样一来 又把刘伯温卷进政治风波了 这时候刘伯温什么状态呢 那我就回京城 到京城老老实实的 我闭门谢哥 在皇帝身边保全家里平安 这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态度 汪广阳和胡文庸做得到吗 都做不到 非常的嚣张 很快招来获释 命都丢了 这就不仅让人想起来 刘伯温当时给这三位丞相候选人 下的定语有多么的重要 等到汪广阳和胡文庸两个人 先后出事之后 大家突然想起来了 当年刘伯温去世的时候 有可能是这些人在背后下毒了 所以刘伯温被毒死的这件事情 在当时啊 也是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 刘伯温在临终之前 还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以所藏天文书受联 也就是把观天象的秘密 传给了他的儿子 且戒之约 物令后人惜之 你看看 长长见识 也就罢了 对我们老刘家的子孙后代来说 看天象这种事情 再也没有必要了解了 因为现在 再也不是改朝换代 风起云涌的 那个大时代了 比对最后 我们接下来 我们能够做个台湾的 所以看